好,我们今天讲妥协与坚持,妥协这两个字不好听,含义也不是很好,立场不稳定,那么让步,那么基督徒在妥协,尤其跟这个世界妥协就更不应该了,这是我们一般的印象。 我们一般所教导的都是,不管在教会里面,或者在儒家文化里面,我们教导的也都是坚持掉妥协,忠孝结义的事上不让步,不过今天我讲的时候,我要说,有的时候妥协可能是必要的, 而且有的时候妥协是事大体,是把那个最重要的事能够抓得住,次要的事可以妥协,这时候没有一个很清楚的标准,我们求神帮助我们,就是我不希望弟兄姐妹我们变成一种加倍的双重的虚伪,对不起,我说这么重的话,什么叫加倍双重的虚伪呢? 就是我们讲的都声音很大,原来的儒家文化就训练着我们不做二臣,不施二夫,就是绝对不让步,那么,然后再加上信仰上,基督教信仰教我们更坚持了,当我们这么坚持的时候,或者说我们口头上说这么坚持的时候,绝不让步,除非我死等等, 到时候,投降的让步的还是很多,而且良心又不平安,我需要很小心地讲这篇道,那么因为绝对不是鼓励各位没有立场,绝对不是鼓励各位对自己的信仰可以放松, 但是的确是什么叫做坚持,什么叫做坚信下去,这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把握得住,这也不是今天这一堂就可以把它讲完的,圣经里面其实这一类的是很多, 在我们信仰在我们信仰里面,我觉得其实圣经给我们非常多,不能说妥协的例子,而是给我们很多,我们该在什么地方坚持,那么什么时候的妥协神是允许的, 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大概都是,你就是中了,我在小的时候,我刚开始吓死了,我觉得这怎么可能, 就是NBA的球员,今天是这一队,明天是那一队,后天是那一队,哪边的薪水高就到哪边, 我说这简直不忠不义嘛,那么你应该,你是哪一队就是哪一队,效忠一旦进去的就是永远中心在那一队里面, 哪里可以别的地方薪水高就去啊,那现在我们台湾恐怕也变得不会觉得这么丢脸了,哪个地方薪水高我们就去哪里, 就是人性有一些东西我们考虑并不一定是错误的, 当圣经里我们看到,比如说大卫,比如说戴伊里, 那么这都是在我们华人文化里面很难接受的, 你知道大卫后来是在逃扫罗的时候,他跑到菲利斯那里去了, 这就是投敌啊,那么后来大卫在做王的时候,也跟雅门人很友好, 那个戴伊里就更是在华人文化里面没办法接受的, 就是尼布贾尼萨,巴比伦把他们掳去了, 戴伊里和他朋友没有自杀,没有殉国,没有殉难,反正在那里做起臣子来了, 那等到巴比伦亡了以后,他又做了马代波斯的臣子,做了这个总长, 这个是我们会觉得很难接受,他对不同的王都可以说愿王万岁, 那么到新约的时候,这一点也是学者很喜欢争论的, 那么现在台湾很多教会的领袖也喜欢争论这个, 就是觉得我们现在都大多鼓励多多的参与政治, 然后政治的气氛都比较浓厚, 那么可是我是觉得圣经里总是把对上帝的信仰,那是绝对的, 其他国家或者是其他的关系都没有绝对的, 所以在圣经里面已经有了,在西方也有这个情形, 就是丈夫死了,如果要再娶再嫁, 这个没有什么问题,宝额在哥林多前书记习章说, 这个只要再娶再嫁,在祖里的人就可以了, 那么在我们中国传统的时候是, 一旦结婚嫁给某家人,就永远是他家的人了, 就是在基督教里面,除了所有的真理正确以外, 还有一点,就我觉得当神要我们把我们的忠诚, 绝对投射在上帝的身上的时候, 这不但不是迷信,不但不是对我们生活中的妨碍, 反而是一个正确的帮助, 就是基督徒不会把国家或者主义或者思想或者党派当作绝对的神, 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包容其他的人, 以至于我们的看法就绝对坚决不变, 没有,我们绝对的效忠只给上帝, 其他的就不然了,就有很大的伸缩性了, 像耶稣,那么越来越多学者在讨论耶稣的政治, 耶稣的政治观点等等, 我自己看圣经,各位我是觉得你们也是一样, 我们都是一样, 不管是看圣经或其他的书都是, 你看那个书上怎么讲的, 最先不是听别人怎么说的, 甚至不是听专家怎么说的, 尤其是圣经, 你不要说这是一个学者, 我们听他的, 这是一个什么, 甚至是牧者, 我们听他,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看圣经是怎么说的, 圣经怎么说的, 而且常常让圣经来强化我觉得正确的, 圣经来纠正我不合圣经的地方, 像耶稣的政治观点, 那么你看有个电影叫冰汉, 那是以前的那个根据新约背景拍成的电影, 里面一个很有名的, 里面的描述就是耶稣是坚定的站在犹太人这边, 反对罗马人以至于他被钉死的, 那时候看了反正就是小孩子就觉得很感动, 现在想想看, 耶稣被钉死, 是因为他坚定的站在犹太人这边, 而且是犹太人的独立的运动里面, 然后被罗马人钉死吗, 我看圣经里不是这样讲的, 在圣经里面要钉死耶稣主要是犹太人的, 保护耶稣主要是罗马人的, 犹太人说钉他十字架, 钉他十字架一再说, 比拉多三次说我查不出他有罪, 我要把他释放了, 那么在使徒信乱里你也可以看到, 教会碰到最大的麻烦就是犹太人, 保罗到哪里, 犹太人就追杀到哪里, 一直保护他的, 包括到最后保罗说我要上告该杀, 都是罗马人, 就是神在这个世界上所设立的, 任何东西都不是绝对的, 都会改变, 世界的国度一个一个坏, 一个一个过去, 只有神的国永远长存, 当我们基督徒, 我们是神国的子民, 又在世上生活的时候, 这个有很多我们需要思维清楚的, 因为我们不能离开世界, 耶稣我们向天父祷告, 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, 我不但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, 我还求你拆遣他们, 像你拆遣我一样, 但是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, 他们进入世界却不跟世界妥协, 但他们进入世界, 他们不离开世界, 在这个世界上见证我们主, 见证我们的主的美好, 当我们在这个世界, 见证主的美好的时候, 这应该是每个基督徒, 他生活最重要的一个心理状态, 我在这世上是宣扬主的荣美的, 我不一定是传道人, 但是基督徒都有这样的责任, 但是你在世上使万民做主的门徒的时候, 不管你是计程车司机, 或者家庭主妇, 或者退休的人员, 或者是小学生, 反正只要你是基督徒, 你在这个世上, 你就一定有自己的兴趣, 自己的喜好, 所以兴趣喜好和最后的政治观点, 我觉得可以南辕北侧, 像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里面, 有非常剧烈的反罗马人的奋锐党, 也有非常跟罗马人合作的, 是瑞利, 罗马的瑞利, 那么这两个政治绝对观点不一样的, 比僧蓝跟僧绿的同在一起, 还要冲突大, 他们居然都是耶稣的门徒, 那么因为他们虽然对主的教训不是那么了解, 但他们似乎能够体会到一件事, 就是耶稣在约翰福音讲的, 我的国不属世界, 我的国不属世界, 世界的国度有没有价值, 有没有意义, 有, 重不重要, 重要, 我们根本不可能离开这个世界的国度, 我们根本不可能离开这个世界, 以及世界上许许多多的事情, 可是在这个世界上许许多多的事情, 我们是采取一个什么样的立场, 我觉得我就用这个字, 我们可以有妥协, 就是我们可以有让步, 我们也可以有遗憾, 那么我们也许现代政府你不喜欢, 但是圣经上包括耶稣, 包括保罗的教训, 也就是神的吩咐, 基本上即使你不喜欢, 甚至反对他的政策, 基本上你还是要做一个顺名, 就是你还是要纳税, 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, 耶稣说神的物给神, 该撒的物给该撒, 在美国一直有这些争议, 这些争议这几年是越来越强烈了, 我们都反对堕胎, 那么可是在有些政党的政府, 就是欧巴马我没有攻击他的意思, 他们有这个国家强迫, 就是你的纳税钱, 会有一部分在这个卫福部做什么呢, 做协助人堕胎的, 那么也就是你是一个非常强烈反对堕胎的人, 但是你纳的税有一部分是支持他们的, 国家政策是这样, 那么你当可以不纳了, 不纳就罚钱或坐牢嘛, 我要不要为这个事情罚钱或坐牢呢, 一般来讲, 就圣经给我们的空间是, 你有良心不安的事, 你不想做, 你不想顺服, 可以, 那你就要为一受逼迫了, 你准备坐牢吧, 准备被关卡, 你可以用一切合法的手段抗议这件事情, 但是你就只好坐牢了, 就像耶稣说, 该杀的物给该杀的时候, 当犹太人或全世界在罗马统治之下的成名, 你纳的税里, 不管多少, 总有一些成分, 是给罗马军队的, 去继续侵略别人的, 或杀别人的, 有一部分, 可能给罗马的宫廷里面, 或者是有关人士, 建庙的, 总之是要维持那个政权的, 你总是在那里有份, 这就是耶稣在路加福音十六章讲的说, 你们要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, 耶稣说的在路加福音十六章那个比喻, 我觉得是可能最难解的一个比喻, 不是他的意识难懂, 而是意识难以接受, 因为耶稣说, 你们要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, 下一句话更可怕, 到钱财无用的时候, 他们可以接你到永生的帐篷里, 那么耶稣的话的意思, 其实不是那么难懂, 耶稣的意思并不是说, 我们基督徒在世, 要用黑钱, 要用贩卖毒品的, 要用什么不乏手段, 结交朋友, 然后这个钱甚至能贿赂你到天堂去, 看起来是这样, 不是这样的, 耶稣的意思不是说我们要不义, 刚好相反, 耶稣说你们要诚实, 要忠心, 要诚实, 要忠心, 可是你再怎么诚实, 再怎么忠心, 你活在不义的世界, 就跟不义有份, 你们要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, 意思就是, 你不要想离开这个世界, 你也不要想说, 我在这个世界, 我可以不沾染不义的东西, 我绝对不拿不义之财, 我绝对不拿不义之财, 各位, 可能是干净钱, 那都是弟兄姐妹奉献的, 弟兄姐妹奉献的, 都是干净钱, 当然啊, 如果有一位基督徒的计程车司机, 他奉献, 他辛辛苦苦开计程车的钱, 有一部分奉献成为我的薪水, 他是辛苦工作赚来的, 他奉献, 这很好啊, 这是不义钱财吗, 各位计程车司机, 在课的时候, 他会不会先问说, 你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, 你是黑道, 还是善良的人, 我先考核一下啊, 哪些哪些人可以坐我的车, 哪些哪些人不可以坐我的车, 各位没有一个计程车司机会问这问题的, 你上车你付我钱, 你是黑道也好, 你是贩卖毒品的也好, 你是什么坏蛋也好, 只要你坐车付钱, 我就带你去, 这是不义的钱财, 各位, 有哪一个开小吃店的基督徒, 他卖吃的给别人, 他要先问, 你们到我店里来吃东西, 你们穿的是一种制服, 是慈祭的吧, 不要来, 不要来, 如果拜偶像的不要来我的店, 不会, 我们会, 只要是在世上, 我们觉得, 觉得是我工作赚来的, 我就拿, 可是那个钱, 的确, 再追溯一两次, 可能有很多不干净的地方, 一定有不干净的地方, 我们不可能, 不跟这个世界上的恶人来往, 我们不可能的, 我们不可能不在世界上的罪恶上有份, 所以, 路加福音十六章那里, 你们要借着不义的钱财, 结交朋友, 里面, 告诉我们的, 其实还是圣经的一个中心思想, 就是因性称义, 你要诚实, 你要善良, 你要忠心, 你不管怎么诚实, 忠心, 善良, 你总是还是, 在不义的罪恶事上有份, 包括但以理, 他越忠于亡, 他越把这个国家治理的好, 波斯这个帝国, 巴比伦这个帝国的坏事, 他都有份, 你不能否认这一点, 就是我们不是在无罪的世界, 我们是在有罪的世界, 教会也在其中, 我们都有肮脏的成分, 我们只有因性称义, 但是我们因性称义, 我们尽可能的诚实, 善良的做事, 然后承认, 我们都是无用的仆人, 我们都有罪, 求主赦免, 好, 就是, 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, 绝对的上帝的标准, 是应该活在我们生活中, 但是活出来的时候, 总有我们无奈的地方, 总有我们需要求主赦免的地方, 求主饶恕的地方, 我们总会在恶人恶事恶行上有份, 没有人能够例外, 每个人都是, 我们中国也有这样的故事嘛, 商朝有两个人, 博异淑琪, 他是商朝的臣子, 商朝皇了, 他也是很忠心, 亦不食周术啊, 不做周朝的官, 不吃周朝的米, 跑到守阳山上去, 我不吃你们这些人的米, 可以吧, 你们这些是把我的国家推翻的, 我怎么能够做你们的臣子, 博异淑琪, 亦不食周术, 跑到山上去, 怎么喂一声, 吃草, 人家说, 你吃的草, 也是周朝的, 博异淑琪就, 那就不吃了, 就饿死守阳山上, 他们两个不知道, 死了还是周朝的人, 买在周朝的土地上, 就是现实的世界是这样子, 我们没有办法摆脱, 我们只有求主帮助我们存着, 信靠主的心, 在世上, 等着我们的良心来做事, 那每个基督徒, 跟世界上的人一样, 我们会有, 包括政治立场不一样, 这些不一样, 我们也希望不断借着圣灵的光照, 对圣经话语的熟悉, 来调整修正强化, 但是呢, 那都不是绝对的, 所以, 想要在圣经里找到一个, 基督徒的伦理观, 政治观, 我们是支持, 资本主义的, 我们是支持社会主义的, 我们支持哪个国家的, 可以了, 那都是相对的, 不是绝对的, 那么, 我们绝对的是要对上帝的忠诚, 但是应用在生活中, 那就有太多不一样, 我希望我们能够有更多的, 更忠于上帝, 而更灵活的, 灵巧在这个世上生活, 好, 我们现在讲, 我们刚刚所看的, 扫罗死了以后, 大卫称王了, 做王了, 大卫对扫罗是忠心耿耿, 但扫罗嫉妒他, 就一直要追杀他, 大卫一直不还手, 但最后扫罗就死在, 菲利斯人的手里了, 大卫没有杀君, 他一直忍耐, 他不杀, 因为他觉得, 就我刚刚讲的, 神的儿女不能武力造反, 他就被逼逼逃躲, 躲到菲利斯人那里, 他也不武装的对抗扫罗, 扫罗死了, 大卫就称王了, 但是大卫称王的时候, 扫罗的儿子也称王, 时间有七年, 也就是扫罗死了以后, 大卫虽然是王, 却不是一个真正的以色列王, 他是半个王, 以色列有一半的人没有支持他, 最少有一半的人没有支持他, 后来国家分裂成南国北国, 其实在很早的时候就种下这个因素了, 大卫做王, 扫罗的儿子也称王, 大卫为什么不用武力来解决呢? 如果打起来的话, 大卫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, 为什么? 大卫不但没有用武力统一, 而且大卫还一只让步, 为什么? 因为以色列人很难统治, 以色列是雅各的十二个儿子的子孙, 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各怀鬼胎, 不能够精神团结, 也不能彼此相爱, 就在他们十二个人的时候, 都你要卖我, 我要杀你等等, 很不合的, 那么十二先祖创世纪的时候就不合, 到他们出埃及在旷野的时候, 以色列的百姓也通常都不服摩西, 乱成一团, 到世事的时代, 你知道世事的时代, 以色列的特点是什么? 就是那时以色列没有王, 个人任意而行, 每个人都是小霸王, 很难做一个统治者, 扫罗是他们的第一个王, 扫罗统治的时候, 你也知道圣经上说有一些匪类说, 我们不要扫罗做我们的王, 就是意见总是不能统一, 他们非常的不顺服, 非常的悖逆, 但是自立的能力又很差, 以色列从开始到建国了以后, 都是很难统治的, 大家都很容易冲突, 起征战, 大卫也是这样, 各位, 这个历史跟我们有什么关系? 这是过去事, 没有过去, 各位没有过去, 以色列就是教会, 教会要彼此相爱, 精神团结, 像肢体一样, 互为肢体, 也是非常难, 教会里面, 明义上可能没有党派, 但是一定有不同的小圈子, 这也不一定是坏事, 我喜欢跟谁在一起, 这不一定是坏事, 我不喜欢某些人, 这也不一定是坏事, 但是就是教会和教会机构, 要彼此相爱也很困难, 哎呀, 其实最困难的我觉得就是家庭, 家庭, 夫妻是何等的相爱才会结婚, 何等的相爱才有儿女, 但是一个家, 才不过两个人的时候, 这个吵就可以吵得很厉害, 所以以前听人家说, 我们都不会团结, 不团结, 我们不要说国家不团结的, 家也不团结啊, 我们容易纷争, 好, 以色列是这样, 教会也是这样, 圣经也不怕丢脸, 耶稣的门徒也是这样, 耶稣的门徒就十二个, 我看小圈子也不少, 彼此之间沟通的情形也不是很好, 初代教会, 保罗说, 有人说我是基法派的, 有人说我是保罗派的, 有人说我是亚波罗派的, 有人对属灵, 我是基督派的, 就有这个情形, 但是你又不能不统治下去, 不能不维持下去, 所以大卫呢, 对于跟随扫罗的那群人, 他不能用武力, 他手段如果重一点的话, 扫罗的子民也就是变亚敏人, 就挽回不了了, 事实上, 后来的确国家就分裂了, 所以大卫在扫罗已经死了, 他做亡的时候, 他不能用武力筒, 他不能用, 因为一动武力就会流血, 一流血, 这仇恨就没办法愈合了, 所以他忍, 包括对恶人忍耐, 免得更恶的事发生, 他忍让的一个恶人就是亚尼尔, 亚尼尔我们不熟悉, 亚尼尔是扫罗的元帅, 他在扫罗死了以后, 他就是曹操, 天子已定诸侯, 扫罗的儿子伊斯波瑟, 完全被亚尼尔控制, 那么亚尼尔拿着他, 有一次两边的军事领袖, 一个是亚尼尔, 是扫罗的军队领袖, 一个是约亚, 是大卫的军队领袖, 约亚带了一些人, 亚尼尔带了一些人, 在水池那边有近距离的接触, 他们是仇人, 但是大卫一直忍着, 没有打仗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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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亚尼尔挑衅, 十四节, 亚尼尔对约亚尔说, 让少年人起来, 在我们面前戏耍吧, 约亚尔说好啊, 约亚犯错, 亚尼尔是挑衅, 我觉得当我说起来容易, 实际上我也做不到, 他挑衅, 挑衅就让一让, 把军队带走, 我再一次说, 因为那个时候, 以色列很难统治, 你一旦冲突流了血, 那很难挽回了, 亚尼尔说可以, 于是他们就, 说是细耍细耍, 就打起来了, 打起来在十七节说, 那日战事凶猛, 亚尼尔和以色列, 败在大卫的仆人面前, 亚尼尔他们打不过, 然后大卫有三个外甥, 约亚,雅比赛,雅撒黑, 这三个外甥都很会打仗, 其中最小这个雅撒黑呢, 他也会打仗, 但是他更有名的是, 他跑得非常快, 那么雅撒黑就追赶这个亚尼尔, 一直追,一直追, 不放过他, 亚尼尔逃不掉, 雅撒黑的哥哥约亚说, 好,可以, 你要来, 我们笔划笔划, 我还怕你不成, 是,你很神气, 你也笔划赢了, 但是打起来了, 这是一件错误, 那亚撒黑去追亚尼尔, 追着他不偏左右, 这是第二个错误, 穷扣莫追啊, 亚尼尔说, 你放过我吧, 你放过我吧, 亚撒黑一面追一面, 我不放过你, 我不放过你, 后来亚尼尔就把亚撒黑杀掉, 一枪回马枪就把他杀掉, 杀掉了, 各位, 这已经是几乎挽回不了的事了, 因为约亚是军队的领袖, 他对弟弟是很有爱心的, 弟弟被杀掉, 他觉得要替他报仇, 亚尼尔把人家弟弟杀了以后, 他说了一句话, 他对约亚喊话, 这喊的话很好, 26节, 亚尼尔呼叫约亚说, 刀剑岂可永远杀人吗? 各位, 刀剑不可永远杀人, 刀剑不能解决任何的问题, 圣经不是完全反战主义, 有用武的时候, 但是不能一直用武, 亚尼尔说, 你岂不知终究必有苦楚吗? 你要等何时才叫百姓回去, 不追赶弟兄呢? 这么多的错误血气之言里面, 现在说了一句对话, 刀剑不可永远杀人, 刀剑不得已用的时候, 用用, 约亚说, 我指质永生的神启示, 你若不说细耍那句话, 今日早晨百姓就回去, 不追赶弟兄, 还不是你挑衅的, 约亚说的对, 是你开始挑衅, 你说让少年在我面前, 细耍细耍, 比划比划, 你不该说那句话的, 对, 我是不该说那句话, 可是约亚, 你不要也就答, 可以, 我怕你, 各位, 很多时候我们就成一石之快, 就不要想到政治上, 夫妻讲话, 亲子讲话, 朋友讲话, 同工讲话, 有的时候就是一句话, 一个字, 甚至一个表情, 忍一忍啊, 不能忍, 让一让啊, 不能让, 各位, 我说的都不是, 跟信仰有绝对关系, 最重要的, 那如果有人说耶稣没有复活, 那我不能够让步的, 耶稣一定是复活了, 我们教会里不能容忍, 有人说耶稣没有复活, 耶稣不是从你怀孕, 等等, 但是, 没有到这么高层次的时候, 你就容许吧, 而, 在很危机的时候, 情绪很激动的时候, 两边都, 好像打足气的球一样, 要抱的时候, 让少年人在我们眼前, 比划比划, 我们比划一下, 你就闭嘴吧, 咬住你的舌头, 不要讲话, 不要回答吧, 或者对部下说, 我们回去了, 就少了这么多的流血, 约压吹脚, 众民就不再追赶以色列, 也不再打仗了, 这也是对的, 这是对的, 但是, 纳维要怎么样来能够完成这个统一呢, 这就压尼尔的, 第二个错的地方了, 第二个很坏的地方, 好, 这个我就要更小心的讲了, 那么, 扫罗的儿子名义上还是王, 他是很窝囊的一个王, 因为什么事都被压尼尔摆布, 伊斯波瑟有一天对压尼尔说, 我想他是忍到极点, 不能再忍, 他说, 你为什么跟我父的非平同房呢, 他染指先王的非平, 也表示一件事就是说, 其实我是王, 他不把王放在眼里, 他甚至是觉得自己就是王, 所以伊斯波瑟对压尼尔讲, 抗议, 你怎么跟我爸非平同房呢, 不能说他不肯讲这个话, 我更不能说他应该妥协, 让步, 但是我说, 如果他要讲这个话, 他就要有所准备, 因为你跟一个恶人在一起, 你处处受摆布, 你是想摆脱, 但你有这个能力吗, 没有这个能力, 你能不能逃掉呢, 能不能想别的办法, 如果没有办法, 那各位有的时候只好这样了, 这句话, 人在屋檐下你就不能不低头, 伊斯波瑟说了这个话, 倒是激动了压尼尔, 压尔尔大发脾气, 我救了你们全家, 让你做王, 你还为这个事生我的气啊, 好, 我要跟大卫合作了, 于是他就跟大卫合作了, 说我们和好吧, 各位, 整个以色列跟大卫的和好, 就是压尼尔在做, 以色列跟大卫的为敌, 也是压尼尔在做, 他在这两国中间的冲突, 他有办法掌握大局, 他是个坏蛋, 他挑起征战, 他觊予王的飞平, 但是大卫如果要最顺利的解决这个事, 他不能不靠压尼尔, 各位, 我知道我们都会说, 我依靠神, 我们是依靠神没有错, 但是我们在依靠神的时候, 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, 神给我们的路, 有的时候是非要忍让不可, 这个, 压尼尔就促使两边和好了, 他就来谈判, 然后和好了, 然后压尼尔就要回去了, 约压本来在外面作战, 回来听说压尼尔来了, 然后又回去了, 约压就追上压尼尔, 把他杀了, 大卫一听到压尼尔被杀, 你知道大卫做什么? 大卫一听到压尼尔被杀, 大卫就先咒诅了约压, 再叫全国包括约压, 为压尼尔哭啊, 哭得死去活来的, 在第三章三十五节, 日头未落的时候, 纵明来劝大卫吃饭, 但大卫启示说, 我若在日头未落以前吃饭, 或吃别物, 变成重重的降伐于我, 纵明知道了, 就都喜悦, 凡神所行的, 纵明无不喜悦, 那日以色列纵明才知道, 杀尼尔的儿子压尼尔, 并非出于亡义, 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看得懂, 看不懂, 大卫在演戏给人看啊, 约压把压尼尔杀了, 这是一个非常要不得的政治失措, 就是我们再次说, 以色列和犹大有很大的冲突, 现在大卫找到亚尼尔能够, 让这个事情和平解决, 千载难逢的机会, 可是亚尼尔是个坏蛋, 是个坏蛋, 但是他把最重要的事情解决了, 大卫差一点又被约压破坏了, 所以大卫要哭啊, 要哭给以色列人听, 我没有意思要杀你们这个元帅, 我没有意思, 我没有意思, 约压做的事, 我不知道这个事, 哎呀, 亚尼尔怎么哭得好厉害, 现在就让以色列众民, 哦, 你没有杀我们的元帅, 不是你的意思, 他要演这个戏, 给别人看, 让大家知道他没有这个恶意, 他的确没有这个恶意, 就是各位, 如果你们看萨姆尔记下这些, 还有圣经里很多经文, 我都怕你们不一定看得懂, 因为我们都很老实, 或者你们都很老实, 我们看就是这好人还是坏人, 这是好人, 那么就都好, 这坏人就都坏, 我们不会想到, 有的时候有些东西, 那个要考虑是很痛苦的, 我们实在不想做这样的决定, 但是不能不妥协,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, 就是在乃曼的身上发生, 在《猎王记下》第五章, 讲到亚兰的一个元帅, 乃曼, 长了大麻风, 到以色列求医治, 以利沙把他治好了, 那么, 他被医好了以后, 他就说, 如今我知道普天之下, 除了以色列以外, 没有神, 那么, 他跟以利沙讲, 说, 除了以色列以外, 没有神, 只有耶和华是真神, 他不过有一件事情, 希望耶和华能饶恕我, 我的主人亚兰王, 进临门庙, 临门是神的名字, 临门庙的叩拜的时候, 我用手参踏在临门庙, 我也屈身, 在临门庙屈身这事, 愿耶和华饶恕我, 哎呀, 以利沙, 我知道你的神才是真神, 不过, 形式上我要跟着我的王, 也拜我们的假神一下, 他去的时候, 他鞠躬, 我也要鞠躬, 求耶和华赦免我, 以利沙说, 你平平安去吧, 我不知道是我会怎么回答, 应该说, 你元帅可以不要做啊, 以和华不能不败啊, 应该这样说, 我想我们也应该这样鼓励人, 但是以利沙没有这样说, 我的意思不是鼓励各位在信仰上妥协, 我的意思在一次, 我只是请大家多去思想, 有些时候我们自己也在那个不义的钱财当中, 我们怎么办呢, 我们不能离开世界, 我们不能不跟这些罪恶有份, 或多或少总是有, 所以我们总是求主帮助我们, 我再一次用路加福音十六章, 那个不义的管家的故事说, 你们要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, 你元帅后来讲的话, 我们比较容易接受, 一个人在小事上不忠心, 在大事上也不忠心, 在别人的世上不忠心, 在自己的世上也不忠心, 你们在别人的世上不忠心, 神怎么会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, 就是我们是在一个罪恶的世界, 到处都充满了不义, 我们是在罪恶的世界, 我们没有办法摆脱, 我们只有求主让我们良心能够平安, 我们对于人, 对于自己的要求, 也求主让我们恰当, 做得很恰当, 求主帮助我们, 在整个今天讲的这件事情, 算是一个善终, 就是以色列跟犹大, 大卫最后是和平的, 解决了这个问题, 但是很危险, 看起来约牙要杀鸭尼尔很有理由, 但是在更重要的, 这个不要流更多人血的事上, 约牙应该忍耐的, 当有人侵犯王的权利的时候, 以色泼色不能忍耐我同意, 不妥协我也能同意, 但是你要有对策, 你不能只是生气, 不高兴, 那最后以色泼色还是也死了, 很可惜, 圣经里这一类的事情, 我很勉励大家能够用心地去看, 去思想, 因为这类的事情, 不像约瑟的故事, 不像大卫的故事, 不像丹一里的故事, 都很精彩, 很动人, 这类我今天讲的, 压尼尔的事, 约牙的事, 我们更不熟悉, 然后去看了也觉得没什么意思, 这是什么, 但是这些看起来比较模糊的东西, 其实是很好的提醒我们, 有的时候, 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, 你只能选择小的恶, 来避免更大的恶, 做小的恶也是恶, 也要认罪悔改,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不能不用小的恶, 来避免更大的恶, 求主帮助我们, 不是鼓励各位犯罪, 不是鼓励各位软弱, 而是我们必须实际的, 活得更诚实一点, 求主帮助我们, 我们祷告, 天父求主怜悯恩待, 求主恩待我们, 就在教会里面, 就在团契小组里面, 就在我们自己的家里面, 我们有一些过不去的事情, 我们有一些不能接受的事情, 更不要说国家社会的大事, 很多事我们很看不顺眼, 主我们应该怎么做, 各样的事情, 我们应该容忍到什么程度, 我们应当有什么言语上的抗议, 我们应当有什么行动上的举止, 主啊求主帮助我们, 说痛快的话很容易, 但是收回是很困难的, 我们求主帮助, 让我们不要用愚蠢来对付愚蠢, 不要用惩衣食之快来对付惩衣食之快, 不要用你说了冲动的话, 我也说冲动的话, 不要用你说了大话, 我说更大的话来解决问题, 主帮助我们有圣灵给我们的智慧, 神给我们的智慧, 我们希望我们的错误能减到最少最少, 求主帮助我们,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, 叫我们脱离凶恶, 如果还是碰到了试探, 如果还是有凶恶, 主啊求你让那个凶恶减到最低的成分, 谢谢主, 奉主的名祷告, 阿们。